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他却说 用笔鞋稿就像用手抚摸着爱人 那种感觉就像恋爱一样 而用手指敲打键盘就像暴打爱人 无奈主编只能离开 为了寻找灵感 水哥找到了自己的情人小丽 一阵翻云覆雨后 外遇的刺激并没有激起他的灵感 水哥很郁闷 心烦意乱的他走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摆摊的大叔 仿佛指引般 水哥一眼就看中了一支钢笔 水密兮兮的老板说 笔只卖给有缘人 于是 水哥一致千斤买下了这支笔 回到家 他想试一下这支钢笔 却发现这支笔怎么都吸不进墨水 打开钢笔 水哥立马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辛丑味 气急败坏的水哥觉得自己肯定被骗了 一路之下 推翻了桌上的酒瓶 手也被划伤 一滴血正好滴在了钢笔上 神奇的是 钢笔直接把血给吸了进去 水哥直接蒙了 不禁渗出了一身冷汗 他试着又滴了一滴 画面再次重演 于是 水哥把笔尖对准了自己的伤口 钢笔很快被吸满 当晚 水哥的灵感源源不断 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完成了一个月的稿子 主编看着红色的字迹充满疑惑 当看到内容 主编不由地赞赏起水哥的文笔 就连稿子上的腥臭味也毫不在意 随后 又跟水哥介绍了一个高报酬的稿子 主要是描写女性内心世界的故事 但是时间只有两个星期 有神奇钢笔的帮助 水哥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这要钱不要命的精神 小编也是佩服的 为了尽快完成稿子 水哥躲在房间里拼命赶搞 一次又一次 让钢笔吸血获得灵感 他变得异常憔悴 活脱脱像个行尸走肉一般 妻子也发现了水哥的异常和稿子的问题 水哥刚想发飙就晕了过去 妻子把水哥送进了医院 焦急地询问水哥的状况 而医生却说 这是严重贫血引发的晕厥 如果晚来一步就会有生命危险 水哥这才意识到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在一个深夜 他残忍地杀死了一条狗 并用狗的血完成了这篇稿子 可看完稿子的主编直接怒了 原来里面的内容完全是 以一个狗的角度看待女人 思来想去 水哥觉得这可能是血的问题 于是他把小丽约了出来 把她迷晕并抽取了她的血 临夜赶搞后 水哥发现稿子根本不能用 因为小丽的思想太过开放 里面的内容实在不堪入目 于是他想到了妻子 可是妻子的思想太过守旧 用她的血写的东西太过死板乏味 水哥崩溃了 他觉得自己完全被钢笔所掌控 他不能再继续下去 于是他偷偷把笔埋了起来 可等他一觉醒来 钢笔突然出现在眼前 水哥慌了 难道自己被这只笔给缠上了 如果给他充足的血液 自己会不会逃过一劫呢 心里扭曲的水哥再次找到了小丽 把他绑了起来 抽取了他整整两瓶血 当他赶回家时 看到正准备离开的妻子 已经丧失理智的水哥 想要抽取妻子的血液 政治中 水哥不幸摔下楼梯 画面一转 妻子拿着钢笔写着稿子 其实他早已洞察一切 也是他把埋下的钢笔给挖了出来 此时水哥早已死去 妻子从此接替了他的位置 用他的血继续接着告知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作家的笔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了呀